在剛剛落幕的第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上 知心腦氣骨張艾嘉 憑借親情文藝片《雙愛雙親》獲得多項提名 最終獲得最佳編劇獎 雖然與最佳女主角擦肩而過 但沒有人否認張艾嘉是這場頒獎典禮的無面之王 她閃耀的人生履歷其實充滿傷痕 她曾經在愛情道路上跌跌碰碰 但最終向親情低頭 拋棄所有虛浮的名利 64歲的張艾嘉到底為成長付出過哪些愛的代價 為愛癡狂的文藝才女 張艾嘉擁有不平凡的出身 她的祖輩父輩都是政壇文藝界的名人 或者是因為一歲的時候 爸爸因為非行事故過身 令到她缺乏父愛 張艾嘉從來不掩飾自己對男人關愛的渴望 自小她還有一個很大膽的愛好 喜歡談戀愛 十八九歲的孩子不談戀愛幹嘛呢 然後什麼事都膽子很大的一個人 我想我這個膽子大可能就是促成我一直往下不停的在 動力 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動力 這哪是人講的對白呢 可是呢我也學習了在那個困難當中 去怎麼樣去玩那個對白 如果這個對白不這麼說 我如果說我換一點點 我稍微結霸一點 或者是那個字我多加了兩個字 她就順了 二十八歲主演《我的爺爺》 獲得第十八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 一九八六年張艾嘉自編自導的電影《最愛》 接連獲得金像獎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 入行僅僅十年 她已經獲得華語影壇的大滿冠 台灣中藝大姐大張小燕曾經說 張艾嘉是一個非常瘋狂的女生 她在演藝事業上全力以赴 對愛情亦都完全癡狂 甚至乎因此飽受爭議 羅大佑李宗盛都是獨具餵眼的她 一手挖掘和扶持 而她和這些音樂才子的關係亦都頗為曖昧 不過問題是 當時張艾嘉第一段婚姻尚未結束 羅大佑的童年是送給張艾嘉的禮物 其實你有跟羅大佑拍過那個拖拖嗎 我羅大佑當然有 有說到談婚論嫁嗎 好像有點談過 不過對 因為 因為我醒我都沒雷分 其實有才華的男人 多數是比較自我的 自我是比較好聽 自私是 就顯得就是 你會慢慢知道跟他們相處 做朋友很棒 如果做親密二人的話 我就會很辛苦 如果說是將來做夫婦的話 那可能就是 你就要放棄 也已經分開了 橫刀奪愛的曾二婚姻 雖然張艾嘉很年輕的時候 就攀上事業高峰 但感情生活就是她的軟勒 她的第一段婚姻已失敗結束 離婚之後 她牽手已婚的台灣富商王靖雄 她未婚懷孕 男朋友先跟原配離婚 跟張艾嘉結婚 你認識她的時候 你知道她已經有太太嗎 其實我知道 那你擔心當時有壓力嗎 有…一定有 總之你做第三者一定有壓力 那你自己會否覺得有點自咎 會的… 這個內疚是… 都會有很長時間的內疚 有媒體諷刺 張艾嘉帶的兩位徒弟 都跟小三扯上關係 劉若英曾經默認愛上已婚的陳昇 而李心潔 就差點被小三拆散婚姻 不過 這群殘女的愛情 又如何可以用這種家庭劇套路來定義 在張艾嘉眼中 女人的人生 如同她導演的二十、三十、四十 無論在哪個年齡段處理感情 都只能夠跟從自己的心 去處理和解決 我覺得感情的事 真的很多人 除了當事人可以明白之外 第三者是很難… 其他人很難很難做一個判斷 是甚麼回事 甚至乎當時很多人都估計 我們兩個婚姻不會長 因痛苦而成長的媽媽 如果說年輕時的張艾嘉 驕傲而張養 做了媽媽之後 她才真正成長 張艾嘉曾經把兒子當貴族培養 奧斯卡四歲的時候 會說英倫康的英語 五歲學會馬術、演講 直到奧斯卡在十歲那年被綁架 一切都變成了 奧斯卡被綁架六天六夜之後 九龍重案組才成功破案 將她救回 張艾嘉如同離開地獄重生 她才醒悟過來 無論是婚姻還是兒子 她從來未將自己從高處放下 好好地審視人生 自此她不再要求兒子 西裝隔離地做天之嬌子 而是帶兒子四處遊玩 從自然中體悟人生 在綁架事件之後 她花了三年時間陪伴 才換回兒子一句真誠的感謝 她跟我說了一句名言 她說我們兩個千萬不要黏在一起 我覺得她這句話實在是太有道理了 我相信每個人都永遠是 一個人來一個人去 都是孤獨的 所以你就必須要懂得 我就是我,你就是你 我們不應該把我們所有的幸福 都依賴在對方給你什麼 我相信你們 我很喜歡這個人 我相信你 所以我相信你們 我們只是每個人都可以 跟我們一起到處 Representative 一據民憑 你怎麼跟你們 都會有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什么叫 沙尼 沙尼 是当地人穿的传统服飾 然后在街上 周围都会看到很多女生都是穿成这样 所以我很羡慕 其实真的很漂亮,很有特色 原来宅瑜偷偷地 入了龟爺去斯里兰卡探世界 不妨跟着她们看看有什么好介绍 斯里兰卡被称为 印度洋上的一火明珠 海岸线长达1239公里 更加是一个将东南亚和印度风情完美游合的国度 所以这树有超多值得好好感受的二维文化风光 石兰红茶 斯里兰卡古称石兰古国 而石兰红茶绝对有如国宝一样的存在 一场来到 当然要好好地学习如何彩茶才行 高桥渔夫 在南部海岸有斯里兰卡著名的人民景观 高桥渔夫 这种独特而古老的海钓方式 你不是说 远转望过去 绝对有世外高人的感觉 其实它就是靠它扯上去 没错 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这班都是姜太公 海边小火车 若然你有看过公其进的千雨千尋 这个海边小火车就绝对不能放过 因为它是汽入边的圆形 亦被称为世界上最美风景的火车线 现在我们就在小火车上 原来这个海边小火车 也是当地很重要的交通工具 这么精彩的斯里兰卡 没看够的小伙伴 记得留意珠江频道周日晚上 10点半播出的全民 享受世界 这是圈圈臥底巴黎时装周 还是伦敦时装周 为什么这么多超模和华服 看着看真一点才发现 它们 就是我们珠江频道老友记 最熟悉的各位女主播 原来这场表演 是礼服品牌 Shirley Cartool 2018年的新品发布会 而这个品牌设计师 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她就是去年第一季 超级烂妈的时尚烂妈 Shirley 其实Shirley除了是烂妈 另一个身份 就是著名的礼服设计师 除了我们这班主播经常穿 她设计的衣服 就连前段时间炒到 沸沸洋洋的演员 黄胜衣和洋子的婚礼 礼服都是出自Shirley之手 这位和娱乐圈 这么有渊源的设计师 我们十二妹一定要去会一会议 首先欢迎我们超级烂妈 第二季的首席设计师Shirley 和我们谈谈 这季的潮流风向是什么 我想问问你 今天你穿的 好像是我的设计 对 我们身上这一套 身上都是Shirley的出品 你看下身我用了很多羽毛 和飘逆的小鱼片 显示到你比较第一女人味 第二会比较鲜 而刚才十二妹也有说 Shirley也是我们超级烂妈 第二季的首席设计师 负责帮我们烂妈星改造 不知道她有什么可以透露 其实帮烂妈改造 其实是很开心的 因为我会看到她们 从一个很平凡的女子 可以变到最后改造之后 是一个很自信 还有很有品味的女性 想知道第二季的 辣妈在Shirley改造之后 会变成什么 一起看看吧 经过Shirley的一番改造 加上邀请超模导师 格丽老师 为辣妈亲自上 形体T台培训课 都是时候要研修成果了 究竟我们这些辣妈们 最后大秀的成果 会是怎样呢 马上带大家来到 宾利广州 Sun and Sky 第五届发布周闭幕式 秀场一探究竟 一定不要摔倒 对千万不要摔焦 作为一个跨界的时尚兽 除了我们这些辣妈们 超级辣妈2 还联合隔离美术管理学院 集齐了三十多位 热爱时尚的精英人士 和超级辣妈 一起走上了 精英女性时装兽的舞台 每一位精英女性 都是穿着型格的西装登台 面对这么多款式 不知道隔离老师 觉得哪一位辣妈的搭配是最好的呢 我觉得可能延真 她那套衣服就搭配得蛮漂亮的 其他也非常棒 面对超无导师的点评 辣妈言真就非常谦虚地说了 好开玩笑 不是 其实很多都很优秀 电视机前的你 如果想继续看辣妈们的表现 记得要收看五月十二日起 逢星期六晚九点四十番 《超级辣妈》第二季 准时约定你了 是呀 逢邦你最近不太行 医生 最近我整个人 好像被人掏空了一样 而且我等了很多食品给他 吃完之后都还在头哒哒 有时候姿势也很重要 会否是姿势不对 听起来,你们姿势也颇有研究 应该的 但我们很多姿势都试过 还是解决不到问题 那有没有看过医生呢 医生看过不少 那些钱又花光了 但问题还在这 放松一点… 很多艺人明星都遇到过你这样的情况 是呀 我听到何权良和李俊逸都找过你 你们是客人的人士 不过没有记错 他们是3月1日早上10点 一起来到我 医生 有没有办法 搞定我睡眠质量差的问题 经过睡眠质量的综合评估 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 我帮你不到 不过 海马牌床店帮不到你 由于时间关系 我已经由海马医生变成了海马专业 成者带来了一个挑战游戏 游戏玩法 两个人分别记下两段词 斯君会不定时提出挑战 如果都可以正确地配出双认内容 即挑战成功 而且没有大王不宜生手 既贴身又卫身 加上涂豪式海马 涂暗组成的logo才是证文 最近逢博开了演唱会 是 可以吗 非常之可以 挑战吧 海马牌 如胶质感床店 使用竹炭布料 是吗 竹炭布料 要知道可不可以做什么 防满之鱼又干爽 一面硬身 你这样挑战是失败的 喂 你现在吸力点 你怎样 喂,子媛 我觉得冯博应该过不了 我觉得你说得很对 那吧 我送枕头给你回去安慰他 谢谢 海马小人 你干什么功博私勇 是海马专丸 又说玩游戏 大哥 是什么 我不是 挑战 挑战是吗 海马牌 乳胶质感床店 使用竹炭布料 防满之鱼 幼肝爽 一面硬身 一面软身 可两面使用 而且没有弹簧 不宜生瘦 既贴身 又浑身 记得大型购物中心选购 认准中文海马牌 英文Seahorse 加上桃红色 海马桃案组成的logo 才是正品 恭喜你这么有默契的CP 获得我们的海马牌床 这一张 下期海马课堂 又会请来哪些名声嘉宾呢 记得锁定我们娱乐会有圈 本节目由海马牌图形双标 等约播出 下期 Light Everyone '��新� TOMORO' 我以为 回忽 ra 咦… 為何咧这么热闹 还有忠明秋哥哥在台上唱歌 喔 原来是精彩十八美丽赞方 广东网络 广播电视台 黎智台 重点节目 在廣東廣播中心舉行 有明星嫁到還有好節目看 難怪現場那麼火爆 作為廣東人最熟悉的荔枝台APP 在4月20日將會迎來全新改版 喜歡看粵語電視劇的觀眾朋友 今次有福了 改版之後的荔枝台APP 不止有短視頻視媒體 還會推出系列網絡粵語自製劇 和網絡綜藝節目 只要下載荔枝台APP 就可以享受各種功能 更多精彩內容跟大家分享 為王歌手馮博 王岐菲 何乾亮 還有東山少爺 王子健 One and One Sester B.O.P. 天堂鳥 和剛剛接受完圈兆任務的 Support Moment 齊齊亮相 難道新一屆的粵語好聲音開羅? 不要心急 其實是另一個樂壇城市的啟動儀式 這就是由廣東廣播電視台 音樂之星和我們珠江頻道等媒體 聯合主辦的音樂先鋒房 頒獎典禮 今年是音樂先鋒榜創立三十周年 所以升級為音樂先鋒榜三十載榮耀聖典 有特別設計的榮譽獎盃和吉祥物音樂包包籠 另外還會有演唱環節回顧 和致敬中國內地流行歌壇三十年發展歷程 到時候多組實力唱將人氣偶像組合 將會傾情演繹經典歌曲傳銷 有沒有你的心頭好呢? 5月19日晚就會揭曉 很久沒有在廣州露面的奶茶劉若英 最近帶著自己的導演處女作 後來的我們在某個高校進行露演活動 和一眾學生和粉絲近距來接觸親切活動 後來的我們講述的是一對內地青年北漂的故事 由仔麥妍和周東與傾情主演 在當日的活動現場 劉若英的現身引發全場的一片轟動 不僅有男粉絲當場表白 還有女粉絲堅持要登台獻上禮物 而且還要和奶茶親密擁抱 令到台下的粉絲都非常羨慕 整個活動的高潮就是劉若英引靈全場合唱她的首本名曲 《後來》 而台下的手機燈光組成了一片螢火蟲之海 從曾經的歌曲《後來》到現在的電影《後來的我們》 奶茶劉若英其實一直都在我們身邊 一直支持她的你 4月28日記得去電影院買票撐場 廣州大劇院在2018年 悉心準備了原創歌劇《馬可波羅》 於5月4日至6日正式在廣州大劇院首播 隨後還會北上巡演 作為廣州大劇院首播原創歌劇 《馬可波羅》主要趕上十三世紀 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 及父親尼科諾波羅、叔父馬太奧波羅 至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廣返中國的全期經歷 廣州市民在家門口 就可以享受到歌劇全球首演的待遇 《影真難得》 記住吧 5月4日廣州大劇院 和你不見不散 拍手 5月4日 5月4日 藝人 5月8日 1月4日 優惠 選擇 5月1日 P 500 5月1日 4月1日 9月9日 9月1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